另外一個學長 你講到未來年輕人 現在這些阿伯在養著高中的 愛他愛得要死 有一個數字可以提供 今年的手頭族 第一次投票的一百零二萬 所以未來阿伯 可能譬如他這一次拿到六百 五百多萬票 可能會再加一百零二萬票 再加一次一百零二萬 這一個趨勢 因為阿伯在年輕人裡面 但是要扣一下 因為他年輕人大概是 五十六趴 五十九趴 所以一百萬裡面大概拿 大概五十八萬 五十多 你說會投給他的 還是會有一些變化 年輕人不是全部都是他的 但是是絕對高比例是他的 這也是國民黨的一個 最大的問題 趙少康所向評寄到各大學校 去演講 他已經是趙子龍 已經賣了老命了 拚了命了 盡力了 但是你看他的 年輕人的選票支持度 在TPBS後來幾波的依舊 七趴 十趴 就沒有衝過二十趴 效果是非常有限 煙花效果很多 但實際的轉移投票的 我覺得年輕人 像CNN有一個專題報導 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CNN說我們這一次 其實年輕人關心的 不是兩岸的議題 而是BUTTLE 他講了兩個數字 我們年輕人的薪資 四小榮裡面最差 跟我們總統跟我們政府宣傳的 完全不一樣 另外一個數字是我們的社會住宅 只有占所有住宅的0.2% 是所有發達國家裡面最差的 他說年輕人就是要住得起 要工作之後 他的薪水是負擔得起他的生活 我覺得柯文哲有從這兩個 去花了很多時間去琢磨 所以他深深的拿到了年輕人的心 這是國民黨陣營 沒有花時間去鋪著 花太多時間耗在藍白河了 潛就回到老問題 那接下來大家會檢討 晚上會不會有人 會去開始思考說國民黨 你是不是要早點布局 誰會開始去討論這些問題嗎 可是在比方說 從兩個正式搭檔人選出來之後 他們提了非常多 國民黨提了非常多的青年政策 而且的確在包括補貼 住房 學費 這但年輕人已經盡力的提出了 對年輕人最有利的方案 也的確引起一些討論 但只是年輕人選票 還是回不來而已 我覺得國民黨有個問題 是因為那時候 侯友宜他們提出了一些策略 那個比較像是子彈性 看起來有話題性 他們有沒有接收到 他們的訊息來源是什麼 像現在會看電視的 阿伯是一直什麼KPTV 網路 他到昨天肇事都還在講這個 對 其他的社群的平台 他們能夠打不打得到 有沒有收到這個訊息 這很重要 當然人格特質也是一種 就比較好笑 這是一種表達跟論述上比較強 可是你說誰要找 誰是戰犯 誰是造成輸的原因 其實對柯文哲來講 他算不算 因為藍白河最後簽完之後翻了 算不算 他的支持者認為說 你們自己比民調方式如何 不合理等等的 但其實對柯文哲來講 為什麼他也不太怕翻這個結果 因為其實他就算現在是第三名 也沒有在怕的 為什麼 因為他兩者都不虧 他現在如果在政黨數 衝總統票的結果 雖然沒有辦法往上領先 但他只要衝得夠好 他其實政黨票跟立委其次 雖然區域不知道可不可以拿到一席 這個蛋 蛋書 不知道 但是 民眾黨現在好像有點 政黨票的部分 就可以想辦法衝高 那麼在立法院不分區的 估的席次本來 五席 譬如說可以到六席 然後八席 是不是有可能上修到十席 他的影響力就會在 甚至成為關鍵的少數 讓民眾黨不會被消滅或泡沫化 而是更往上壯大的可能性就來了 所以誰是戰犯 我是過去是國民黨比較常會 所謂內部檢討比較多 但這次已經是空前的各種合作 黃金陣容已經是空前了吧 還要檢討誰 我是有聽到一些耳語 但我認為發酵這個沒有意義 對 我要特別跟觀眾提醒一下 這一次國民黨的選舉裡面 應該是有請求應該感受最深 這次團結程度跟四年前的 團結程度 那種冷卵應該差很多 感受是說進場的時候 朱立倫是跟正副總統一起 一起搭進場 就是大家都很熱烈了 幾乎是把國民黨的家底 都已經翻出來 非常非常的團結 那2020年的第十五任的總統 副總統的選舉裡面 其實蔡英文當時是拿到57% 韓國瑜是拿到38% 現在我們就會選出一個 非常弱勢的 幾乎沒有絕對民意代表的 一個總統 不到40% 他的立法院又很有可能 不會過半 等於未來的政局 極有可能非常的動盪 請教回音樂學長 對 剛剛 因為我昨天晚上收到這張照片 不曉得這樣看得清楚嗎 這個就是剛剛要做提到的 這個凱盜 從這個警服門上面空拍下來的 上面這邊是總統府凱盜 他從警服門完全的包圍 這個凱盜的象徵的意義 非常的重要 這個點的確是比板橋那兩個點 好很多 我就幫大家找一下戰犯 台北市長是誰 台北市長是哪一黨的 為什麼國民黨搶不到凱盜 我也不太懂 為什麼你搶不到 對不對 你看人家黃國昌的IG 昨天還沒天還沒有黑 他警服門已經圍起來了 這是昨天傍晚的這個凱盜 然後他們就會去拿說 那跟賴清德的比 賴清德的警服門是沒圍起來 柯文哲是圍起來 他這個造勢是成功的 可以 選長我跟妳報告一下 我現場的觀察嗎 是 因為他們上面有一些人宣傳說 因為要空拍 所以盡量不要站在樹下面 要讓大家拍得到 對 手機 以及他凱盜的前面你可以看到 他的兩側排的是比較鬆的 所以他就比較容易外溢 但我不是貶低他們人多 他人還是很多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新興的政黨 但學長我想要請教你的事 我比較擔心的是我們未來四年 民進黨現在雖然他贏了 可是你看他的趴數 連40趴都到不了 然後立法院可能沒有過半 未來的四年大家會不會動盪 我把這張圖最後講完就好了 我只問國民黨的朋友 國民黨上一次把警服門 圍起來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你國民黨上次辦活動 能夠把警服門圍起來之後 是韓國瑜 那怎麼會國民黨到這個地步 所以剛剛錢秋講的 我反而是不含而栗 我反而細思極恐 在國民黨這一次空前 團結的情況之下 結果你的票數是這樣子 國民黨有什麼好高興的 所以剛剛耀州問了我的問題 我可以很明確的告訴大家 一定是亂 就是說在賴清德 他沒有辦法獲得過半選票 而且民進黨可能在國會 沒有辦法單獨過半的情況之下 你說國民黨跟民眾黨 在野黨他們在國會要怎麼制衡 一定是亂搞 賴清德的個性 我們可以從這次的選舉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賴清德的這種很new 你說我賴皮寮 我就賴皮寮怎麼樣 所以賴皮寮現在不用處理了 合法化 總統的老房子 這要掛牌子的 信託什麼的 那我們現在以後還可以去嗎 你不能 我們可以去 那憲兵一定要回去的 對不對 憲兵一定要馬上就進駐 警察要在巡邏 憲兵就變成是要升官了 有工人員 就變成這樣子 先恭喜他們 這一定是在朝小野大 所以我一直不希望 為什麼我剛剛跟淺秋 會有一個看法的不同 就是說因為如果是國會 是朝小野大的話 我很難想像說未來的立法院 未來的四年 特別總統是賴清德 這個要說我之前發明一句話 可以送你參考 我說如果賴清德當選 你會懷念蔡英文 昨天我跟亮哥說再見的時候 亮哥跟我講的一句話 在電梯 亮哥跟我說 惠惠 你可以開始懷念蔡英文 然後他就去 我們就各自去忙了這樣子 你可以懷念蔡英文 這句話讓人家瑟瑟發抖 對 你會懷念 所以對啊 那我請問大家 這件事情會發生嗎 我當初希望他辭新北市長 我覺得不會 不會嗎 我覺得不會 那要說我問你 這樣公平嗎 韓國瑜代指參選選總統 後來被罷免 因為他在這場選舉裡面 仇恨值沒那麼高 侯友宜的仇恨值不夠高 韓國瑜得罪誰 我覺得柯文哲的仇恨值 都比他高了 沒有 這個就是要看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你可以看到 從幼兒園的威藥案 而且以他在新北市得票 還是有40幾%是支持侯友宜 這如何算 那是罷免的門檻是比較低 如果民進黨要亂的話 譬如說割喉割刀斷 因為你要想到說 2026的新北市長的選舉 侯友宜是不能再連任 就算我不能罷免你 我也要羞辱你 對不對 你為什麼帶子參選 你說在投票之前 新北高中 國中生的命案 那也是在侯友宜的管區 在新北市 所以侯友宜你這樣子繞跑 你請假 請假這麼久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請國民黨 當然要說要找戰犯 請國民黨不要再帶子參選 不要有人再說 那我們叫蔣萬安出來選 因為朱立倫帶子參選是輸的 韓國瑜帶子參選輸 還被罷免 這次侯友宜又帶子參選 所以能夠給國民黨的教訓 就是說不要再帶子參選了 你就要去培養你的人才 今天柯文哲能夠獲得 年輕人的支持 他能夠拿到這樣的比例 我覺得對國民黨 是個當頭棒喝 因為要說今天下架民進黨失敗 在親者當選 我不會去譴責柯文哲 我一定譴責國民黨 為什麼 因為你是最大的在野黨 你是被民進黨政黨輪替的 應該王子復仇 記得你要學顏寬恒 顏寬恒從哪裡跌打 他從哪裡爬起來 他現在把林靖怡幹掉了 我幫他按讚 可是你國民黨 你被民進黨政黨輪替的 你的下一步是什麼 我們來去找柯文哲 我們來期待藍白河 我們在馬英九 就因為千千說 你就準備要贏了 你想要靠著跟柯文哲搭檔 你看柯文哲當初講那些話 我在TBBS我痛罵他 他說我當副的也沒關係 我們兩個一定要綁在一張選票上 然後我副的也無所謂 他政 我負什麼 人家柯文哲說不要你 柯文哲當初怎麼羞辱你的 他說我讓你選 你也選不上 你要當副總統 我還不要 我寧願要柯志恩 我寧願要韓國瑜 我也不要你 你在被這種百般羞辱的情況下 為什麼我跟潛修的角度不一樣 我認為國民黨 就應該走自己的路 你一天到晚就考慮藍白和 我也譴責盧秀燕的什麼 叫什麼藍白和示範去 你在示範什麼 可是盧秀燕在立法院 也是大獲 大獲全獲 他的策略是對的 對 要說我的意思說 你如果藍白要和 你應該是從總統立委 每個層面都和 盧秀燕怎麼有辦法影響總統 對 可是 你說說藍影 你講的沒有錯 但是要說現在是不是只和一半 就是我民眾黨 我蔡壁如吸你的奶水 但是我總統我自己選自己的 我拿個三十趴 我自己自立為王 而且我們讓你 那我覺得不是這樣 光顏寬和選區就可以知道 不是這樣 為什麼 顏寬和除了是因為林靜寅自己 只有黨藝沒有民意 在這一年的服務 被民眾給唾棄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是 顏寬和那時候 在最後這一個月期間 他拿到了很多白銀的選票 對 也就是說 那個大氛圍是盧秀燕幫他製造出來 對 民眾黨只提名了11席的時候 在很多選區 這些白銀的支持者的心情的騷動之下 他們該往哪裡去支持的時候 他們在立委這個層次上 沒有支持的人的時候 因為顏寬恒其實包括出錢出力 還有很多物資跟這個蔡壁如的合作 所以白銀在這個選區 是給予顏寬恒很多支持的 加油的 那所以光網路上跟實際上的 一些民調數字都是如此 所以顏寬恒也算吃到了 藍白河的紅利 然後所以在台中這個選區 雖然總統大選這個程式上 沒有辦法真的拿到 好看的票數 真的贏 可是在立委歧視的部分 連新人廖偉祥 他們原本只有兩席 現在至少可能會拿到四席以上 甚至有上看到五到六席 全新的新人廖偉祥 總共八席而已 目前當然我沒有看到 現在最新的票數 全新新人廖偉祥 都可以拿到一個現任的 而且領先的幅度 所以基本上是跟藍白河示範區 所展現出來藍白選民 在這裡投票意向 跟總統大選切割 是很有大的 不一樣展現的 好區域立委的選情 還有什麼變化 我們更多的選情分析 等一下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 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